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DONET日志系统里边 另外一个这个provider 当然在讲这之前 咱们先要搞明白这个 因为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结构化日志 啥叫做结构化日志呢 咱们之前的这样一种是这些日志 比如说这些日志 它就不叫做结构化日志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文本 那么分析这个日志 这样一种结构化非结构化日志呢 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呢 它的缺点就是说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不太容易 因为这个开发人员或者运文人员看没问题 但比如说我要统计一下 我这系统里边出现过多少次这个异常 比如说系统里边出现过多少次这个异常 那么怎么办 是不是很难统计 那你只能说写个程序去这个 去挨个的做自乎专匹配 但自乎专匹配也可能匹配的这个有误差 因为大家有开发经验的人都知道 纯文本匹配 有时候就能匹配出来一些你不要的数据 因为文本嘛 这个你写一个文本规则 总之有匹配 这个一些你 没有想到的情况那些数据 对不对 因为你都是有普通的文本 所以说进行匹配比较麻烦 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些异常信息 这些错误信息都是一种结构化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查询的话就比较容易 比如说啊 咱们的这个日志呢 是这样记录的 举个例子啊 一个Jason格式的 我这记录的是啊 module 模块是这个 被单词 我是被单词模块的 那么异常信息 这个不能异常信息 就是消息 message 是这个 呃 住 这个就是被单词 失败 然后呢 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 呃 被哪个模块的 对于哪个类别的 category 类别 我是这个 呃 这个亚斯 然后那个单词 那word 是这个 哈喽 啊 假如说我这儿一个错信息 那么我这儿一个Jason格式的 这是不是有结构的了 那么什么叫无结构呢 那么这就是这个被单词失败 被单词失败 然后亚斯的 哈喽 被单词 模块的 亚斯的哈喽 OK 大家看 如果说咱们程序中 有一堆这样的日志 和有一堆这样的日志 你认为 去分析 比如说被单词失败 到底出现了过多少次 或者说亚斯这个模块出现过 这个多少次被单词失败的一个错误 那么你认为是这种分析更容易 还是这种分析更容易的 很显然是这种分析 所以这种Jason格式的 所以说分析来比较简单 而他的话 你自己得进行自误串的 这个用正能表现实行匹配什么之类的 很麻烦 而且一不小心 可能就品配一些 你这个你不希望的一些数据 OK 麻烦 而且这个不准确 因此结构化数据更好 因此这样一些东西叫做结构化的数据 你看叫PPC上列上了 是吧 新增用户 那一新增用户 哪个用户呢 ID等于3 Name等于Jack 然后这样一些信息 都给他记录下来了 这样的话 就是一种结构化的信息 会比这种纯文本的信息 分析起来更容易 OK 这能理解吧 理解的话可以 扣个1 扣个666 那么 第二个概念叫做集中化日志 目前咱们把所有的配置文件 是不是都放到本地的配置文件呢 这个对于咱们一个小的系统 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很多小系统 就是一台服务器 但是对于比较大的系统 它就可能有多台服务器 过程一个集群 这个集群群的概念 我之前讲的 再不用多说了 一个集群 比如说我一个集群 十台服务器 我这个网站呢 部署到 十台服务器上 每台服务器 记录日志 都在自己本地的这样一个文文文件里边 你可以想象 你要想查一下 比如说10点5分 有一个用户注册失败了 你打开第一台服务器 看看那文文文件没找到 再打开第二台 第二台打开文文件还没找到 再打开第三台 这很麻烦的 挨个服务器找 你就找 你就把他找懵了 而且你要对于 分布在这些服务器上的这个文件做分析也比较麻烦 对不对 因为这些文件都分布在各台服务器自己的本地的文件系统里边 所以说进行找统计分析都比较麻烦 因此如果你的系统是这个集群式的系统 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可以部署一个集中化的日志服务器 就是说你这些 我这有个集中化的日志服务器 你们的这些web服务器都不再是往你自己本地的这个文件位来存了 你所有的日志都给我 我统一替你们存 这样的话 咱们查的话 统一到这台服务器里边取就行了 进行查询这个数据查询分析呢 统一到这台服务器来进行查询分析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集中存储日志的好处啊 OK 这个所谓的集中化日志服务器 它的好处 这个页了吧 叫做集中化的中央化的一个日志服务器 那么明白了什么叫做结构化的日志 明白了什么叫做集中化的中央的这个日志服务器 咱们来看另外一个donate的donate这个logging的一个provider叫做seri log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啊 我没去查 这个东西 首先引入他 咱们 主要就是一个是可以用他的 他提供了这个结构化的日志 而且呢 他也提供了这种对于 这个 集中的配置服务器的一个支持 他都支持 那么注意nlog啊 也支持结构化的日志 也支持这个中央的配置服务器 但是呢 用起来很麻烦 我看起来啊 那个配置太麻烦了 反而是这个seri log用起来比较简单 所以说这个我在这 如果说你要用这个结构化日志 我建议大家用那个seri log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ID行业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 是吧 曾经的王者老牌的nlog for net 然后被后期之秀 然后被后期之秀nlog超越了 但nlog笑了没多久 发现这个结构化了 如果说你要用结构化的日志 nlog又不行了 nlog如果说你不用结构化日志 你只是说把它放一些往些第三方的一些 集中化的日志啊 无论是这个一些云服务的中心化的日志啊 还是这个什么 咱们后边讲的那些日志啊 nlog也都支持 但是唯独这个结构化日志这块配着不要麻烦 不是他做不了 配着不要麻烦 你爱用nlog还可以用 但是如果说成这个喜欢简洁的 那可能就会选择这个seri log 这玩意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 没会再过几年 这玩意被淘汰了 又会出来了一个新的 但是这个看似新的技术一直层出不穷 那只是出来一些新的工具而已 对于程序员来讲应该高兴才对啊 很多程序员对于一传一个新的技术 就感觉我怎么又出了新的 又得学好烦 而有一些有经验的程序员就会发现 哇又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新的东西更好用 更强大 特高兴 所以说让自己成为遇到一个新的东西 高兴的程序员 而不是哇又一个新的东西 我老子学不动了 不要成为那的人啊 一个优秀的程序员一定是开心 且热切的期望新技术的出现 并且新技术出现之后 自己能够很快就把这个新技术 掌握并且用到项目里边 这才是一个牛逼程序员 必有的素质 OK 那么好 咱们来看看这个SaraLog 因为这个SaraLog之前我也没有用过 我就是查这文档 就发现哇 他确实比这个 之前我也不知道 就是搜 搜这个结构化日志 一看Nlog本身就有 但是用起来好麻烦 再找这有没有出来个SaraLog 一看那文档确实用起来比较简单 我就用了呗 就是这么 这玩意没人教我 也没有老师告诉我 这就是自己琢磨 自己搜自己看出来的 OK 这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 必须要有的这个能力 OK 咱们看看怎么来用这个SaraLog SaraLog 咱们首先安装那个SaraLog 点ASP.NET 靠 即使不是用了ASP.NET 咱们也这么配置 也没问题 所以是咱们控制台程序 咱们也可以安装这个SaraLog 点ASP.NET 靠 然后接下来这么一堆配置 加到那个AdLog 里边 在这主要的是对于这个 这个SaraLog做配置呢 首先呢 在这设置一个最低的级别是Debug 你看 它这是一种叫做 这种电视编程的风格 特别的新潮是吧 点minimum level点Debug 最低级别是Debug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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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说就是 更丰富 那个知识信息用的 就从上下文来取 具体不用去管它 这只是一个第三方的工具而已 没必要什么都搞明白 你用到的地方 你把它搞明白就可以了 Write to 写入console 写入这个控制台 然后的话 这个 用Json格式 我这举例啊 我是往这个控制台来举例 用Json格式来输出 咱们这 同样这也支持别的格式 但一般就用Json格式 所以咱们拥有一个Json formator 然后最后create一个logger 然后用就行了 咱们先往控制台输出 然后输出日志的时候呢 GK咱们输出普通的日志 在这呢 咱们还可以用这种站位符 在这通过一个atperson的形式 在这at一个变量 后续来给这个 通过这个 可变长度参数数组的形式 来给这个参数复值就行了 这样的话 咱们后边这个对象 就会通过Json的形式 来输出到这个日志里边了 OK 咱们来试一试 咱们先把这个nlog先去掉 把这都去掉 先安装这个seralog install package seralog.asp.net.coop 安装了 咱们可以直接到这里搜一下seralog 直接上它的官网看吧 在这 现在的官网 怎么用 咱都看它的这个文档 但怎么配置它这没有 config basics 是吧 基本的配置 慢 这两天gethub特别慢 因为它上了gethub 算了吧 这两天gethub访问特别慢 我就不看了 直接看我的put吧 在这呢 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写 我也不去写了 这个你自己上它的官网 它的文档里面都有这个 我这把它烤过来用就行了 然后写到这个i的logging里边了 用链式变成风格 就是特别漂亮 当然了 这个seralog也支持这个配置文件配置 因为咱这现在是通过代码来配置的 也支持通过配置文件来配置 具体的话 你看它的这个官网文档就OK了 基本的用法就是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咱们之前的这个项目 你看看 这个的话 你看它咱们控制台输出 你看它是不是已经是json格式了 这个时间 然后级别是它 这个错误 这个信息是这个 然后属性 这个这纸的其实就是它的name 对不对 sauce context 这是它的这个名字 你看这是不是已经是一条条的格 这个这个 结构化的信息了 不再是一个纯文本了 而是一个json格式的结构化的信息 那包括异常 它是exception 它是一个结构化的了 不是一下的多少行 这样一读这个异常信息 你一下就可以读出来 对吧 同时呢 它在这还支持 咱们说过了 支持这个站位扶证形式 logdebug 你看这 咱们这可以弄个类 在客户里面举了一个匿名类 我可以不见匿名类 我在这比如说这个 user public dream email 假设就这么一个用户 这个就是 开始 这个注册用户 注册一个用户 在这呢 我用这个at person 在弄一个站位服务 是吧 at person 但是建议大家在这加个 好像是得加括号 不加括号不行 好像是忘了 user 比如说在这是用户填了一个 我这模拟出来 用户填了一个 填了他用户名 这个email 那接了 在这呢 我给这位站位服务输出这样一个信息 你看咱们再运行一把 好 注册用户 你看这 at person 你看这后边就有这样一个 你看 把这个person那个对象的 你看 这个 name email 这样一些对象的信息 是不是也输出来了 这样的话 咱们对象 也以这个结构化的形式输出到日志里边了 也这样的话 分析起来比较简单了 如果说像以前一样 咱们可能就这样去写 是吧 这个logger log debug 这样去写 注册一个用户 用户名是 user 量 这个 邮箱是 你这样写 那在传统的话 你的这个邮箱啊 用户名 这样的信息 那他本身还是非结构化的 是吧 你要比如说分析出来 这个 有多少QQ点 看不能注册 你是吧 还得进行自误串的 这个 把这个弄出来 再进行证则表达式的匹配 而如果这样去写的话 你直接就可以把这个 Jason对象来进行反序列化 再进行判断 是不是简单很多呀 OK 这就还可以通过 用站位符的形式 来输出 这样一些额外的一些信息 当然这个好像是 可能是升级一下 我备课的时候 好像没有这个 你看我这儿 现在写的这个站位符 其实用不到 你看其实这个 这儿用不到了 其实不用写这个 把这干掉就行 注册一个用户 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把所有的你的对象 往这写就行了 你看 直接写就行了 他根本就用不到那个 看注册用户 嗯 诶 哇操 还真得写 不写不行 得写 但是他只不过 这个 就写是没有 写了这么一个 啊 你看啊 是这样 你的工具 在把这儿 因为你看这儿 这个person 这个名字 你看是不是这儿 对应的这么一个东西 OK 因为反正都是结构化的 嘛 你再来进行这样一个分解 所以你看这儿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这儿写个站位符是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 行吧 这就是咱们的这种 呃 这种结构化的日志 这样来用 咱们在这举例啊 举的是输出到控制台 也可以输出到文件呢 数据库啊 MongoDB等 那么这个我也就不去演示了 官方文档给的很清楚 呃 这个下面 我就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咱们最终极的目标 把它写入到这个集中化的日志服务器 那么 呃 在这儿我用了一个 因为集中化的日志服务器也有很多 是吧 咱们可以用这个关系数据库 也可以用这个MongoDB 也可以用各个云服务器 自己的日志服务都可以 那么在这儿呢 咱们用这个MongoDB 啊 不用MongoDB 就是用MongoDB来举例吧 就是说 这个 因为MongoDB 他就 其实没用过 你就假设我寄到买Sirco 或者SircoSorer服务器里面 这都理解了吧 我通过Sirlog 把这样一个结构化的日志 记录到SircoSorer服务器里面 由于SircoSorer服务器 它就是一台服务 你各个网站 比如说你集群部署 你这儿有很多的集群 对不对 你可能每个 有很多的外部服务器 但数据库服务器 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呀 所以我就可以把数据库服务器 来做一个集中化的日志服务器 你都往我这个数据库里边来写 是不是就可以了 理解的意思吧 就和咱们讲那个Configuration一样 所有的这个配置都存到数据库里边 那它也是个中心化的服务器嘛 所以说 咱们可以把所有的日志都存到数据库里边 那么这个数据库就是一个中心化的日志服务器 对吧 当然 咱们如果说自己 无论是往中心化的日志服务器来存 还是说往这个数据库里边存 还是往王国第一人来存 存没问题 但如果说分析的话 咱们得自己写程序分析 理解的意思吧 存存好 你什么分析 你自己的写程序分析 从数据库把特别取出来 让Jason反序理化一下 然后再用link表达式 再进行一个什么分析之类的 最后展示出来 是吧 但是呢 这个还得开发 咱们都了 如果说你用了一些公有云厂商的服务器 比如说你服务器放到Aero上 放到阿里云上等等 那么这些服务器啊 他一般都提供了一个日志云服务 这些日志云服务都带着分析功能 你不用自己开发了 你只要把日志扔给他 用他的这个分析服务 你基本上 这个不用写代码 然后点一点配配 按照你的要求 这个可视化的 就可以配置出一个报表了 他就能够把这个你要的数据 给你展现出来 OK 那么这些公有云呢 主流的公有云的日志服务 Seralog都有插件 他的插件体系非常强大 不次于Nlog 所以说都有对用的插件 你直接用就行了 即使没有 你开发一个Seralog 比如说你用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云服 没听说过的小云服 Seralog还没有支持呢 那么你也可以写一个对用的插件 然后让他支持 一点都不难 你也可以把这个插件 贡献出来 那以后你面试就会有的吹了 我给Seralog 贡献给我插件 那牛的不得了 不得了不得了的 这就是来源于社区 贡献于社区 对吧 OK 所以说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呢 如果说你 你们公司是自己 部署到自己的服务器上 没有用这种 公有云的这种云平台 或者说呢 虽然用了公有云平台 但是我不想把日志 往这些厂商这放 我想往自己的服务器这放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自己安装这个 这两个服务器 Exceptionless 或者说ELK 这两个服务器都挺好用的 这就是可以自己安装管理的服务器 当然就不要麻烦了 用这些都是现成的 你不要自己去安装管理这个日志服务器 你只要花个钱买了 甚至有的很多的日志服务是 日量少的话都免费 量大的话再收费 所以说这个挺合算的 但是呢 你不怕麻烦 我就想自己搭这个中心化的日志服务器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Exceptionless 或者说ELK 本身啊 Exceptionless ELK 人家也不是这个活菩萨啊 人家 本身为了卖他们的服务 因为人家做了半年开源 给你们用了 人家一分钱收不着 人家用爱发电呢 人家不会用爱发电 人家也想赚钱的 人家有老婆孩子要养 所以说本身Exceptionless ELK 本身提供自己的日志云服务 你可以买他们的日志云服务 然后直接把日志往他那扔就行了 他本身也给你提供了这个日志分析的功能 这样的话 你用了他的日志云服务 你就不用自己去再去大服务器 再去装 再去维护了 什么东西人家都给你搞定了 当然 这些东西本身 他也把这个软件开源了 你也可以把Exceptionless ELK 装到你自己的服务器上 这样的话 你不用买了 你自己装 当然 就比人家给你搞好了 省钱了 但是就麻烦了 你得自己安装 调试 维护这个日志服务器 立的意思吧 所以说用这两 用这个Exceptionless 或者ELK 既可以用现成的云服务 也可以用自部署的 这种模式 OK 当然 由于网速等原因 这个Exceptionless ELK 都是国外的这个网站 他本身呢 在咱们国内 也没有建立数据中心 因此啊 这个你直接把日志 往他这扔的话 速度特别慢 慢到不可想象 这个为什么 咱都懂是吧 所以说速度特别的慢 这是有的地方连不上 因为你得通过网络 把日志扔给他 他帮你存起来 OK 所以说的话 几乎咱们想花钱 在他这用都用不了了 因此如果说你想用他们的话 只能用这种自部署的模式 Self Hosting 对吧 但是呢 不妨碍咱们先用一下 因为这这两种的 你不妨碍你自己用一用 看哪个满足你的要求 因为他们各有用缺点 这个没有说完全哪个好哪个坏 根据你们公司的情况 跟你们项目的情况来决定说 因为不同的方面 有的地方他强调 有的地方他强调 是吧 你根据你们公司的决定 试一试看哪个好用 你就用哪个 因此呢 大家可以先用一下他们云妇 先试一试 试试不收钱 他本身都提供免费事用 你试一试不收钱 试一试看看哪个好用之后 你再下摆哪个 再自己去配置 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步骤就是 想用这个公有云 那么就用公有云的这个 对用的日语云服务 有差价没差价 你自己去开发 如果说你这个 想自己部署 想自己控制这个日识数据 那么就exceptionless 或者LK 当然这个如果你想支持一下 这些用爱发电的人 那么你也可以买他们的服务 但仅限于海外地区 中国是不太现实的 好吧 讲到这儿 但是呢 即使是你想自己去部署 你先去用一下他们的这个 在线的服务 看看哪个好用 然后你再决定自己部署哪一个 理解这意思吧 理解的话可以扣个1 然后接下来 咱们就看看这个 这个 ERK 这个这个 exceptionless 为什么先看exceptionless 因为这个ERK 怎么说呢 太麻烦了 因为ERK 它不是一个软件 ERK 传统的ERK 就是 Electric Search 这个 Log是LogStash 没记错了 因为LogStash 然后 这个 Key是Kibana 是这个吗 Key 不知道写没写对 反正就是Log 类随定 它是由这三个软件来组成的 当然 现在的这个L的话 有可能还用别的软件来代替 就是说 它是由三个软件来存的 这个LogStash 这个Stash 扔了一次 这个LogStash 是负责 咱们日日扔给LogStash LogStash 再负责把日日扔给 ElectricSearch 已经存 然后Kibana 再从 这个ElectricSearch 里边 再把日日取出来 说是三个软件 三个软件 你需要安装配置三个软件 然后让它们配合起来 特别麻烦 单个软件调试 安装就麻烦了 三个软件 你就得部署三个服务器 去搞三个东西 好痛苦 这个 想想就烦了 我每次搭这个ERK的话 我都崩溃了 当然它有线程搭好的 但是 大家自己去搭一搭吧 是吧 所以这个ERK挺烦的 而且呢 这个ERK 它是用Java开发的 当然 虽然它用Java开发的 但它这个 一个一个通过 网络硬通讯的 所以咱们Donet写的 这个日志 也可以通过网络 接口向它 发给它存来问题 因为咱也不会 去改它的代码 直接用它的服务 咱不会去改ERK的代码 所以说 无论它用Java开发 它用什么开发 都无所谓 但是呢 它毕竟用Java开发的 Java开发的软件 部署都比较麻烦 怎么去安装JDK 怎么去配着环境变量 等那东西 搞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对咱们Donet程序员来讲的话 这个不是很友好 因此 除非你们公司要求 被领一个ERK 或者说你感觉 就是ERK 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否则在这 还是建议大家 用一下这个Exceptiveless 所以在这 我只给大家去讲一下 Exceptiveless怎么用 那么如果说你 想用这个ERK 你自己再去看ERK文档吧 我估计每个几天时间 你搞不定 好了 咱们看看这个Exceptiveless 了解一下这个 中心化夫妻的概念就行了 那么这个Exceptiveless 咱们这个就先用这个 他的公有云夫 咱们先试一下就行了 咱们先到他的官网 Exceptiveless.com 这我已经登陆好了 Exceptiveless 在这呢 登陆 它的官网又是这个 这已经登陆了 Exceptiveless.com 在这你登陆 我这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他一下就登陆了 Exceptiveless.com 然后登陆 在这我用我的这个 谷歌账号登陆 OK 然后登陆完成之后呢 在这你新建个项目 在这你看 参加一个project 新建个项目 我再执行 可能你进来得处置化一些啊 完了之后再新建个项目 demo1 项目的名字是这个 然后add project 新建一个项目就行了 在这呢 显一个项目的类型 我这是一个 ASC.NET 靠了一个项目 你看在这 人家这个特别的友好啊 这就是咱们刀赖程序 就属于天生为 开发人员考虑 就做的特别的傻瓜话 这一点是吃着可以学习的 直接告诉你 你选好哪个 一步一步都给你告诉好了 首先 NUget安装这个 你得把它烤过来 就行了 咱控制台 这装 装钱比较多 然后第二步呢 引入这个importless 这个namespace 引入这个importless namespace 咱们在这就 那他这也给了一个文档 是吧 咱们再到这 using exceptionless 这个文档 那个namespace 然后加这么一句话 再这个 在成绩启动的时候 那肯定是得是在 这个之前 所以咱们把它加到成绩最开始就行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 应用的一个标识 因为人家用这个exceptionless 服务有很多很多的用户在用 那怎么能知道 是往你这个账号那推呢 所以说每个不同的这个网站 他都会给你一个 每个不同的应用 他都会给你这么一个 这个标识 你用这个标识就行了 好吧 这是你这个网站 你这个项目的标识 在这 第二点是 对 放到这 service use exceptionless 啊 不不 啊 明白明白 这个得用 这个asp.net call的项目 因为咱们说这 apps.net 看看咱们能用控制他 啊 控制他 用错了 用这个 但是无论什么项目 你看他的这个ID是没变的 那选控制他 OK 这就行了 把它加到重新的最开始 那么这就处始化咱们的这个应用的ID 然后接下来 再加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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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得 哎 还得 exceptionless 难道没和咱们的这个 logging 机制 用在一起吗 他这个例子里面没有logging 是吧 Exceptionless Logging 没有和logging结合在一起用吗 哦 你很 他可以直接Nlog 所以说你用Nlog的话 你也可以这个 啊 是这个 这样吧 咱们先 在 啊 在CVlog 咱不能完全看这个 Exceptionless 因为Exceptionless 的话 它是没有考虑到 它 你可能会在这个 呃 这个CVlog里面来用啊 因为这个CVlog里面提供了一个差点和Exceptionless 就咱们不能完全照着它来用 然后呢 啊 最后呢 那在在CVlog的配置中加上一句 在CVlog的配置中加上一句 Write to Exceptionless就OK了 所以是在这儿 再加上一句 Write to Exception Exception Less 这个时候咱们还得装Exceptionless的插件 Exception 消息的L 估计是得装那个插件 官网打不开 嗯 那咱再到搜尋吧 Exceptionless 这个 那装一下它的这个 啊 装一下这个就行了 是吧 装一下这个就行了 因为也需要一个桥 是吧 得需要添加这个Cellulob的Exitless插件 OK可以了 是吧 然后咱们别的都没变 别的任何东西都没变 然后咱们再运行一下 OK然后咱们到这来 刷信一下 看一下这个 你看啊 日识来了 你看这儿test2的一些日识 咱们点开看一看 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这都有了 你看基本的 你看这样一些这个 一些图是吧 这个图表你自己去研究吧 这个你在这还可以进行查询 你看这可以根据不同的日记别 比如我只想看error的 是吧 这样一些过滤啊 什么之类都可以 然后你还可以根据他来定制一些报表 你看report 你还可以这个 你看他这儿有一些这个 一些报表 这个具体你怎么去研究 你看你就去看这个Exitless这个文档 看看他提供的报表能不能满足要求 除了这个 我记得好像除了他的官方报表之外 你还可以自定义报表 应该是可以用自定义报表 但自定义报表好像这个都是收费的功能 免费的功能是没有的 人家得恰办啊 人家得得活着 但是你呢 自己继续看一看 他本身的这样一个 这个在线的提供的这样一些服务 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能够满足要求 但Exitless的这个 self hosting这个版本 不收费 因为他是开源的 你可以用 满足不了的要求 你就这个自定义报表就行了 好吧 所以他最终可以免费用 免费用的标准就是 你得把Exitless下载安装到你自己本地的服务器上 然后的话去装 如果你用在线云的服务 你高级的功能得收费 理解意思吧 OK 那至于你发现啊 试了一下这个Exitless能够满足我的要求 我想自己去部署了 怎么办呢 Exitless.com 他这个藏的特别深 在这你找半天都不找不到 说在哪下载 这个self hosting这个版本 因为人家要收钱 所以说不可能把 让你不花钱 自己在自己在附近装那种路径 找这么清楚 你到docs这找 然后的话 这个 他的文档里面有一节叫做 搜索啊 这一个self hosting 这就讲到了 你怎么在自己的环境里面 你看在Docker里面啊 或者在这个Kubernetes里面呢 或者在其他一些服务器里面啊 怎么来部署 他都给弄好了 其实还是挺良心的 Docker啊什么之类的都给你弄好 你直接用就行了 好吧 具体怎么用 你想用的用方式 你自己再去看他这个文档 基本上就是把Docker环境运行起来 一跑就行了 其实挺挺方便的啊 但如果藏的比较深 好吧 这个具体怎么用 你看文档 根据他的用法来用就行了 所以说 适用的方式 那就是官网注册一个网站 然后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的话 根据他这个要求 装一下这个这个插件啊 刚才忘了装那个插件了 最后在项目开始的时候 加上这么一个东西 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当然需要在这个serialog里边再添加 因为咱们用的是这个serialog的这个exameless插件 其实你看 其实你看nlog是不是有对应的插件 我估计exameless应该也有直接的这个 donate login的一个插件 就是说我不用这个 这个这个serialog 而是我直接exameless直接对login 我估计也有对应的插件 我说估计啊 咱们可以找找试试 这个exameless login 嗯 不知道是不是啊 这个你看 emless 你看这个他应该是不基于赖于这个serial 你看他也是直接可以和咱们login 机制对接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用法有很多 是吧 这个 这是咱们的这个exameless 或elpr什么这些都是一样的 exameless 我就el了吧 然后的话 即可以直接用咱们login 机制 login 这是logger吧 咱们那个logger 直接把日志直接扔给他 不借助于什么nlog serialog 可能就用起来稍微可能麻烦一点吧 但麻烦他不到哪去 当然呢 因为他本身也提供了直接对应他的这个一个插件 你看这不就 这不就有了吗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这个 我用了serialog 要想用结构化日志啊 甚至还往这个文件里边写等任意功能 那你呢 再不直接去连 中间呢 你用这个nlog 或者说用这个serialog 是吧 他们对接他们 他们再去把日志转给他 理解的意思吧 就这个完全根据你的情况来进行这个选择 OK 理解的意思吧 有很多同学学到这儿的话就懵了 日志就有这个 log net log for net 什么serialog unlog 即使用了一个serialog呢 也分为说是不是结构化的 结构化的呢 又分为说往哪存 往哪存的话 这个什么 这个mongoDB啊 这个什么exceptionless啊 elk啊 那我用了elk呢 又有说到底是通过他来弄呢 还是通过他来弄呢 这么乱呢 老师你就告诉我一种方法 用哪种方法就行 我就学这种方法不就行了吗 是吧 你就告诉我一种方法 我就学那种方法就行了吗 有这种想法同学啊 我劝你一定得善良 你一定得把你思想观念 这个转变过来 很多这个初学 甚至工作了好多年的程序员啊 都是一段思想 就是说一招先吃变天 我学会某一个技术 我到哪都用这个技术 但是对于一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程序员来讲 非常重要一个能力 叫做什么能力呢 说的叫做 也 决方案的能力 什么意思 有很多人经常说 啊 程序员是吃青春饭呢 这个年龄大了 就不值钱了 这些都是无能的表现 公司里面永远都不缺 能学一个新技术的程序员 真的不缺 这样的程序员不缺 中国这么大 这么多人 聪明人有的是 是吧 年轻人爱学习的人有的是 搞一个新技术让他去学 他都能学会是吧 这个是敢于加班人也有的是 那反正脑子特别聪明 不缺这些人 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能够在这么多解决 这么多产品中 根据项目的需求 选择一套解决方案 来满足公司 就说我在这应该用这个组件 在那用那个组件 这些组件通过这个东西来搭配到一起 这样的话是最满足公司的要求 是这样的 你看我刚才跟你讲的 这些组件有个 这样那样的优点 ELK和E7less有那样的优点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用E7less的云服务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然后自己去部署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都跟你讲了 一个有经验的 像我这老程序员 就我都能够明白他们应用场景是什么 明白他们的这个 这个优缺点是什么 我又明白我们公司的现状是什么 从而在这些分杂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中 梳理出一条线路 处理出一个产品的搭配的一些结构 把它搭配出来之后 引入咱们的项目 让咱们的项目稳定 高效 同时用起来非常满足公司的要求 成本又低 然后对于开发人员的要求也低 用起来又满足公司要求 这样一个产品的解决方案 公司才是最缺的 这才是年龄大的程序员 你的价值所在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才能够越老越之前 理解意思吧 所以说一定不要让自己现状多什么 这么多技术啊 你告诉我一种解决方案吧 一定避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我看你才能够越老越之前 我看理解我的意思 并且愿意成为这样的 越老越之前的程序员 扣个666 咱们总结一下 如果说你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项目 也没有什么集群 那你就Nlog 直接输出文本文件就行了 很简单 用起来很简单 我这项目没这么复杂 我就这么用就行了 但是 当然根据需要 你再用这个设定规则 分类什么分类 等着一些东西 当然 如果说你这个项目 需要进行集群化的部署 这时候就要 要采用这种集群化的这种日志服务了 那么呢 即使你不需要这种 这种节化日志 注意 因为引入cell log 没那么麻烦 所以说 即使你暂时不需要节化日志 我也强烈建议你 直接用cell log 这种 这种经验的体验 就是说 暂时公司不需要节化日志 不代表以后不需要 现在我引入了以后 这个日志 这个项目跑了三年了 都是非集群化日志 后来有一天需要节化日志了 那以前那非集群化日志怎么办 还得去处理它 多恶心 我从项目一开始 你不想要 我也给你节化日志 以后需要用的时候就简单了 立业的意思吧 所以说强烈建议大家 只要是这种这个日志 建议大家 特别已经用集群部署了 都用这种 用cell log来做集群化 用这个节化日志 然后输出到集中的这个日志服务器里边 OK 所以说基本都归他如火了 你必须得记 就化日志 当然 如果说你用这个云服务 那你用云服务的这个 这个服务就行了 特别是你们公司 如果不缺钱 因为这个日志服务 这个成的很低 不贵 非常这个和你们的外部 附近成本比起来 这个九牛一毛很便宜 这个你作为一个 一个产品的这个 解决方案的这个 这个设计人员来讲的话 别什么都想自己搞 别什么都想这个 这个自己造轮子 一个牛叉的一个架构 是一定得知道 说什么东西是需要自己 自己去搞 什么东西用别人的就行了 这也是老年成绩员的一个 一个价值所在 所以说这个 嗯 一般情况下 你用他们的云服务就足够了 你用微软的 AERA什么这足够了 但是如果公司 你们公司啊 确实由于 这个什么 比如说合规向的要求 因为有些特殊行业 比如说像银行啊 等这样一些行业 是不能把这数据 暴露给这个第三方的 你不能把这个数据 比如说直接存到 这些第三方的云服 那确实需要自己搭的话 那你就可以自己部署 这个Exactless 或者ERK 那么这个呢 又根据情况再来决定说 到底用哪一个 选行这两个 基本上这个搭建难度 这个不应该成为你选择的一个标准 因为这款是搭再难搭 交给下边的一个小朋友 让他看文档 几天时间他也能搭出来 搭出来 开除滚蛋 搭这么一个东西 不是你选择 Exactless 还是ERK的一个 一个 这个 主要的标准 OK 所以说难搭 好搭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功能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哪个最能满足你的要求 就用哪个 好吧 所以这Exactless ERK 你评 主要评估是 哪个功能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就用这两个中的 哪一个 然后再进行自部署 好吧 那行 这就是这句课给他讲的 后边给他扯了点啊 我不知道大家认为有没有有用 如果认为有用 或者你有一些想法的话 可以把你的想法达到咱们的这个评论区 好吧 然后来谈一谈你对于这种老年程序员的想法 同意或者不同意我的想法 你都可以来谈一谈 好吧 那行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 我是杨中科 一名快乐的40岁程序员 咱们下期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